从中国的每天只能休息4小时 到俄罗斯的真枪实弹 直接往身上打 再到以色列的必须伪装自己 渗入各个恐怖组织 特种部队是各种武装部队中 最强悍的部队 专执行危险性极高的绝密任务 他们超疯狂的各种训练和行动 绝对让你不敢相信 这是人类所做到的。 你好,我叫i.i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世界上八个战斗力最强的 特种作战部队 你觉得特种部队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中国雪豹突击队 成立于2002年 以执行各种重大反恐任务而闻名 它保护了北京奥运会 博鳌亚洲论坛 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等数十项重大项目 雪豹突击队队员的选拔 要求十分严格 身高必须1.75米以上 而且必须在武警部队服役一年以上 在完成初选后 还得进行各种残酷的训练 采用严禁演出的全程淘汰机制 简单来说就是一项不达标 就直接淘汰 最后一名也会被淘汰的概念 他们训练的内容 包括每天做200个俯卧撑 200个仰卧起坐 100个蹲坐 举杠铃200次 负重35公斤 前进15公里 并且每天只需休息4小时 这种非人类的训练 也创造了很多疯狂的记录 例如一位名叫刘洋的队员 就曾创造出6秒07 攀登五层阳台的记录 至今没有人能打破 美国陆军第一特种部队 第一作战分潜队 俗称三角洲部队 是美国的一支精锐反恐部队 要是你向任何美国官方人员 提起这支部队 他们基本的会否认这部队的存在 可见他们的存在 对该国来说是绝对机密的 不过在这资讯发达的现代 有些资料还是能查出来的 例如这支精英部队 是1977年 由Charles Beckwith上校组建的 用以对付世界范围内 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恐怖活动 自组建以来 这支特种部队 就参与了许多危险的绝密任务 击倒索马里的民兵领袖 协助密鲁营救日本大使馆人质等 对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不仅如此 该部队还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 活抓了伊拉克前总统 萨达姆洪赛因 顺带枪毙了他的两个儿子 如果你认为刚刚那些事 都有些年代久远 那还要说一个近几年才发生的事 这支部队在2019年 空袭了叙利亚的伊德利布 最后将恐怖组织 ISIS的首领 阿布避入绝境 最后这臭名昭昭的首领 就在地道自保身亡了 三角洲部队里的每个成员 都是经历过各种 残酷的身体和心理训练 才有惊天的样貌的 而且他们的训练 不仅仅是体力和心理上的训练 他们还得学会各种残酷的枪法 以及很重要的间谍情报数 他们会在为期六个月的课程中 学会如何在不被抓包的情况下 将秘密信息传递给另一名小队成员 其中还会被教导 各式各样的卧底技巧 阿尔法小组 俄罗斯的阿尔法小组 是一队非常可怕的特种部队 他们所做的事和所受的训练 在某种意义上堪称非人类 该小组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所属的特种部队 是因为1972年 慕尼黑奥运会发生了慕尼黑惨案后 担心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会历史重演而在1974年成立的 他们主要的任务 包括打击恐怖主义 人知救援 以及支援联邦安全局的反情报行动等 这支部队第一次声明远播的行动是在 当时他们领导了 对位于喀布尔的总统府的突袭 然而为他们赢得心狠手辣 高效反恐怖队的国际名声是在 1985年阿尔法特种部队 在黎巴嫩处理人知危机的行动 1985年9月20日 郑主党的分支 伊斯兰解放组织 在贝鲁特绑架了四名苏联外交官 他们放话说 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就会让这四名外交官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莫斯科一开始试图打开沟通渠道 通过谈判解救人知 但是在绑匪处决一名人质后 莫斯科直接派出了阿尔法部队 让所有人大感意外的是 其余的人质集中后头被释放 又知道许多被扣押在黎巴嫩的人质 通常都不得不滞留数月 甚至数年之久 至于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众说纷纭 但被传的最多的消息是 阿尔法小组直接绑架了绑匪们的亲属 然后把一些东西当成包裹 寄给了绑匪们 由于细节有些显心 所以矮有不方便在这里说得特别详细 但聪明的你一定知道包裹里有些什么的 与全世界的特种部队一样 阿尔法小组也有各式各样的特训 其中他们的射击训练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训练之一 你有看过哪个射击训练 是真枪实弹直接往人身上打的吗 没错 这就是阿尔法小组的射击训练 他们需要身穿防弹衣 然后互相对彼此开枪 怪不得人们会将俄罗斯人称为战斗民族 SAS特种空情团 是英国陆军的一支精锐特种部队 他于1941年创立时为团级部队 1950年被编为独立兵种 该部队会执行多种任务 其中就包括隐蔽侦查 反恐行动和人质营救等 基于特种部队的特殊任务性质 英国政府不会对他们多做评论 因此有关现代特种空情团的资料相当有限 不过就像阿尔说的 有些事去查还是能查出点东西的 1980年英国伦敦发生了一场 名为伊朗大使馆包围战的事件 当时SNS用了17分钟解救了所有人质 顺便把6名武装分子中的5人给击毙了 可见他们的身手是多么了得 2000年 11名皇家爱尔兰团的英国士兵 被一个名叫西部男孩的民兵团体所扣押 在谈判过后 该民兵团只释放了6名人质 其他人的生命依旧受到威胁 最后英国政府 出动SIS对西部男孩的基地进行攻击 成功解救了余下的5名士兵 以及被他们囚禁的21名塞拉利昂平民 我们都知道特种兵是很特别的存在 他们执行的每个任务几乎都是高风险的 因为SIS对招募新兵异常谨慎也特别严苛 SIS从来不会向公众公开招募 只有英军现役人员才能参与特种兵的选拔 而且通常中选的都是有着突击队或者空降兵背景的 在200名新兵中 通常只有不到30人能完成训练 这是因为你需要在2分钟内仰卧骑坐50次 在2分钟内坐60次俯卧撑 然后在10分30秒内跑2.4公里 如果你觉得这还行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训练是负重11公斤 在2小时内前进12公里 训练期间你还会学习到各种野外生存技能 还有一些危及一周的逃生和躲避训练 凯威尔是瓜地马拉武装部队的特种作战部队 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丛林战以及反叛乱行动 虽然他们不像前面提到的阿尔法小组一样恐怖 但他们也是一个以残酷的训练而为名的特种部队 他们的训练对体力和精神力的要求极高 而且训练是不分白天黑夜的 举个例子 他们需要从10米高的平台跳入狭窄的河流 然后负重前行15公里 重点是这条路是一个上坡路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特种兵的训练 只要有强悍的精神力和体能就能熬过去 但如果训练项目中有一项要你吃狗和蛇的内脏呢 又或者要你直接暴露在催泪瓦斯下呢 在这样的极端特训下 通常一般有将近40位的训练生中 只有七八个人能走到最后 成为凯维尔的一员 Douth Divan部队 Douth Divan又称217部队 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秘密反恐部队 主要任务是在约旦河西岸进行人质营救和处理反恐事件 他们常常会做的事情 就是穿着阿拉伯平民的服装 伪装自己是阿拉伯平民在各处涌荡 借此渗入各个恐怖组织然后足以击破 虽然听起来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但实际上他们为此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光是在2017年 他们就这样成功执行了300多项任务 特种兵的训练本就比普通训练艰辛 不过万幸的是 217部队的训练不需要吃狗和蛇的内脏 他们只需要在18个月的期间 完成各种精神格斗和反恐训练 然后经过筛选后留下来的人 将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内部单位反恐高级课程 再然后是为期四个月的卧底课程 其中就包括了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传统 以及融入平民群中所需的各种知识 GIGN是法国国家宪兵队的一支特种部队 是法国的两支特种警察部队之一 主要负责反恐和拯救人质等任务 1973年 当大多数欧洲国家意识到 常规警察无法处理极端的恐怖主义时 GIGN正式组建 此后他们执行了一千多项任务 拯救了五百多名人质 逮捕了一千多名嫌疑人 GIGN执行过的最知名任务是 法国航空8969号班机解击事件 当时法国航空一架从阿尔吉尔飞往巴黎的班机 被四名来自伊斯兰武装组织 GIA的成员解击 期间两方的谈判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导致多名人质被撕票 而就在班机降落在法国马赛普罗旺斯机场时 GIGN出动了 双方交火中使用了上千发子弹 最后四名截击者均被击毙 成功解救其余的乘客与机组人员 这场事件后来还被翻拍成电影突击 至于他们的训练内容 大部分都是保密的 各大搜索引擎上 都没有过多的相关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台湾 在那里你会发现一支 特别生猛的特种部队 大家都将其统称为 台湾特种部队 或是中华民国特种部队 他们的训练内容 基本上都是保密的 据称训练期只有十周 可见他们的训练一定特别艰难 毕竟十周就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 怎么想都知道 是特别特别艰难的训练 不过有一项训练是几乎公开 也被许多媒体报道过的 那就是天堂路 凡是想要成为台湾海军陆战队 两栖遵守大队蛙人的官兵 都必须通过天堂路的考核 才具有蛙人资格 天堂路其实一点都不天堂 因为长达五十米的路上 都铺着尖锐的老孤石 而想要成为蛙人的军兵 必须只穿着薄薄的短裤 然后在这条路上 用膝盖和肘部前进 他们在进行这项考核的时候 还会一直大喊 我不痛 嗯 这些军兵该不会是石头座的吧 换做是埃佑 早就在喊痛了 在这五十米的路上 一共设有十个站点 军兵们要在这里停下 并完成一系列的挑战 才能继续前行 大家知道这条路上 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如果站点的教官 对你的表现不满意 他会叫你回到几点 重新开始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天堂路 首先记得 不要与任何教官 发生任何冲突 你觉得特种部队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